焦玉露,192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,后来逐步走向干部岗位,在1962年,焦玉露,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工作,他在岗位上创造的亲民爱民,艰苦奋斗,科学求识,迎难而上,无私奉献的焦玉露精神一直被国人传送。 1964年,焦玉露因肝癌去世,年仅42岁,焦玉露和爱人徐俊雅一共6个子女,图为1966年2月,徐俊雅和6个子女,在家门前的合影。 焦守凤,是焦玉露的长女,生于1945年,焦玉露在世时就非常注意家风问题,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千万不能搞特殊化。 在焦守凤的记忆中,一家人一起吃饭是难得的幸福时光,父亲会照例问起子女们的学习近况,告诉他们要尊敬老师,团结同学,不能因为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高人一等。 但是焦守凤却感觉自己逼人一等。 焦守凤上小学时,母亲给他做了一件花色大衣,焦守凤一直穿到上初中,同学笑他,大观的姑娘穿的,还不剩我们呢? 衣服上还有补丁,图为焦玉露爱人和六个子女合照,左下意为焦守凤,焦守凤快要上班了,很多人给他介绍工作,后来,焦玉露给他安排到食品加工厂当烟咸菜的小工。 在这里,焦守凤有时一天要淹上千斤的萝卜,有时一天要窃几百斤的辣椒,晚上双手被辣椒烧得火辣辣得疼,那时他怪父亲的狠心。 1964年,焦玉露临终前,把焦守凤叫到身边,爸爸对不起你,这块旧手表是爸爸唯一的财产,送给你做个纪念吧。 后来,这块手表成为焦家最珍贵的传家宝,焦守凤和丈夫退休后,靠着退休金生活,一家人至今拥挤在一个狭小的屋檐下,他儿子虽然已结婚成家,但十几年前就从单位下岗了,靠给思琪老板打工挣几个老实钱,做临时工挣几个血汗钱,也经常到焦守凤这来蹭吃蹭喝。 这些年中,工作、房子、子女工作安排这些大事,焦守凤和五个兄妹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,如今,焦玉露过世已经54个年头,54年来,那个终日忙碌,身影高大的焦玉露,在子女心里并没有走远,不准搞特殊的家风,焦家上下恪守不待。